生了 生了 大少奶奶 生了 太好了 生了一个男孩还是女孩 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没想到七少奶奶第一次生就这么快 你见着孩子了吗 那模样像谁 长得很像七爷的 真的像老七吗 这下子也甭让老七找什么证据了 玉芬怎么这么说话 咱们也去看看 青秋 你受苦了 我只是在想 你为什么不在我身边呢 谁让这小东西来这么突然呢 快看看你的儿子吧 我能碰碰他吗 你是他爸爸 你为什么不能碰他 那碰哪儿啊 你碰碰他的脸 皮肤真好 诱惑 你怎么这么着急啊 想出来见我呀 我 我 我 玉芬啊 妈 给你老人家道喜了 这孩子虽然没读院 可是长得挺好的 你去看看 特下老七 你应该给他起个名字才是啊 他可是我们进家的第一个孙子 取名是大师 还是啊 让你父亲来给他取吧 我倒想出来一个名字 不如叫小秋儿怎么样 这什么意思啊 他母亲不是叫青秋吗 就随他母亲吧 再说 这事啊 就不用你操心了 为什么不能随我 要随他母亲呢 这话凑巧让你听去了 我只不过说个玩笑 未必算数的 虽然不能算数 但是理由不充分啊 开玩笑需要什么理由啊 有理由啊 就不是玩笑了 三嫂说话向来是非常深刻的 在今天这样的情况下 说出笑话这几个字 不过是没有意思吧 再说 行行 也算我跟你开玩笑的 走着瞧 孩子真小气 尤其那双眼睛还特别小 真可爱 就是 嫂子和姐姐们啊 可怜的我啊 得搬到书房去住一个月以上 叶欣 刚才你跟三嫂在狼子里面说什么呢 没什么 恭喜的话罢了 我都听见了 请你转告三嫂 让她闭上她那张嘴 我冷心就不是她能诋毁得了的 梁大夫 请你给我做个公证 我这个孩子 到底是早产呢 还是足月产的 当然是早产 而且 差五十来天呢 小孩的安全 还有很注意呢 谢谢您来看我 天色也不早了 你们赶快回去休息吧 老爷 找我有事啊 人呢 你不是说 潤芝是个好孩子吗 她不会私奔吗 我没想到 她说也不说一声就走了 早就说过 现在被叛家庭 离家出走的青年大有人在 你不听 现在怎么交代 传出去 我怎么说 反对我的人正想找茬子 现在可好 我们不断地给人家提供子弹 直到把我打死 你们就甘心了 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严重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会教育子女 惹出这么多的麻烦 算了算了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老爷 老七那边生了个胖小子 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孙子 看来 金家还有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走 看看去 金秋啊 老爷的看着来了 好大 怎么一回事 身子有些不舒服吗 倒没什么病 谢谢 谢谢 好好好 老爷你看 长得多像我们金家的人呢 我 他可是我们第一个孙子呀 孙儿 我们金家有望喽 太无效了 爸 这孩子还正等你给他起个好名字呢 就叫小童吧 金则童 你们看如何 太好了 则为天 童为国 爸爸还是财神识广 起起名字都是不一样的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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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过来吧 别把您累着 好 来 乖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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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点 真乖 秦秋啊 这两天生汤喝了吗 只喝过一回 以后就没喝了 我让燕熙别浪费了 不是说让她摆着不动吗 李妈 给少奶奶弄点生汤喝 那是七爷收的 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太太 那说完把她给找了 就说我还有话问她呢 七爷不在家 都十点多了 这混账东西 真是至死不悟啊 再能闹下去 怎么了得呀 把她找回来 不许她出去 前几天她是在家的 只是这两日 整夜不归也是长事 而且她的事 向来不许别人过问 谁要是问了 她会生气的 这么说来 这段时间 她的钱花了不少啊 谁知道呢 反正钥匙是放在她那 她只管从箱子里拿钱 可不许人家问她 这钱做什么了 拿了多少 就更不得而知了 这眼睁睁的 就忘了这几个人 花钱像流水一样 这怎么是好啊 其实她的事 我向来不愿多问 只是养育这孩子的钱 多少也要存一点 要是还是像她这样 逆子 你这么想去 你们又要是 养育 你们不要去 我乱在哪里 他怎么个人 会告诉我们下人的 告诉少爷们 明天都到书房来 是 老爷 你们一个个不务正业 整天醉沉梦死 我告诉你们 金家早晚要败坏在你们几个手里 回来 父亲 你也找我有事 你拿的什么 和朋友的照片刚洗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不男不女的 是不是叫程玉芳啊 好像到我们家来唱过堂会的呀 就是这个陈玉芳弄得你丧魂石破 怎么可能呢 父亲 他是一个男的嘛 跟我们哥几个关系都不错 并且他很有关系的 我找他是为了 这就更荒唐了 老七呀 你怎么就长不大呢 爸 你不用老宝当小孩子看 我已经长大了 而且成家了 成家 整日离花天酒地吃喝嫖毒败坏了我金家的名声 我不认为我败坏了金家的名声 父亲 您说什么都可以 但是 您说的花天酒地吃喝嫖毒 我不接受 你还酱嘴 难道我冤枉你们了 我冤枉你们隔几个了吗 你以为你这个国务总理的少爷 有花不尽的财源 我告诉你 现在有我这个靠山 你们还可以维持维持 有一天我这靠山没了 你们怎么办 可是 我总就是你们的父亲 要是 你们闹得不可收拾了 人家也会说 子不叫父之功 不就是和唱戏的人拍两张照片吗 至于闹得这样不可收拾吗 等到不可收拾的时候 你就明白了 你和白小姐的事情闹得还小吗 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过去 你过去了 人家敢过去吗 现在有人要造我的反 要把我置于死地 想夺我总理的大权 谁呀 父亲 爸爸这是怎么了 爸爸怎么又生气了 奉菊 藤镇 贺村还有燕西 我今天警告你们 少花天就地难道 如果再闹下去 我就把你们钱全封策进来 留着你们将来出师的孩子读书用 从今天起 演戏必须 演戏必须 我认为你 我认为你